一對母女走到櫃台前準備結帳 店員刷了條碼 但女子卻認為不合理 女子比了物品詢問店員價格 下一秒她卻情緒激動 突然拿起結帳物品 直接砸向店員臉部 店員回神後 企業追上前 雙方爆發拉扯 一旁店員見狀趕緊制止 母女趁機 拔腿就跑 就是客人在問那個 價錢 然後對價錢不滿 後來就跟他解釋 然後後來客人就直接拿桌上的東西丟 就跟他講說 你跟他動手 你跟他拿東西丟我 我可以告你 然後後來客人就是在那邊拉扯 但是因為同事 就一直叫我放開客人 那是因為我當下很生氣 就是不想要讓客人走 因為也不知道客人是誰 這起衝突就發生在 29號上午11點多 一對母女到台北站前 地下街的美妝店 女子問店員有沒有會員假 一旁母親問店員 你不高興嗎 店員回答 我沒有不高興 沒想到結帳時 雙方對價格一言不合 女子居然拿起桌上物品 砸向店員 受害店員無奈 是顧客自己誤會價格 既然拿他來出氣 而詭異的是 店家居然沒有協助幫忙報警 挨打的無辜店員直說 要準備提告討回公道 遇到這種客人 實在好委屈 借吳清俊俊校外山台北採訪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